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今晚的线上讲座 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的Manager Ellie 今天讲座由我们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职业规划师Ben老师 来讲一讲实现医生梦想的捷径,大起底 同时今天也请来了客座嘉宾 毕业于耶鲁大学公共卫生专业的Kelsey老师 Kelsey老师目前在湾区一家医疗科技公司担任项目主管 那么在今天的讲座开始之前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Enlighting Enlighting Education创立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结合课外实践活动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同时收获大学的录取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湾区30所高中的学生 服务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申请指导、暑期规划、学术辅导、标划考试培训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在湾区的Cupertino还有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下面就有请Ben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吧 好的,谢谢艾勒介绍一下嘉宾的背景 Kelsey,她本科是在复旦医学院读的 预访医学硕士的时候在耶鲁读了一个Master Public Health 然后今天的话主要我们会花相当的篇幅时间 让Kelsey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学艺的路径 因为她的经理比较有代表性 他们包括大部分人出国在海外学医疗相关的 所以各个领域都有 一会儿的分享里面会提到 然后下面我们开始今天讲座的重点 就如何成为一个旧死方向白衣天使 给大家看一看,因为我微信文章提的比较详 现在很多家伙可能没看 我们给大家一个比较简短的版本 高中的就不要讲了 你就该做做,老的家伙会认为会申请Premet 这个我会让Kelsey单独分享 就是有的时候你不需要 本科的话你学生都可以 实际上她对Premet课程要求的话 非常容易达到 你基本上只要是个专业 你的General Education 就你的基本大一大二的 毕业前要求的基本课程 就可以符合这个要求 他就一节有机化学 可能你要单独选 别的节课像微积分 写作物理化学 你正常商科文科专业 你也要选这些课 所以这个不太担务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Premet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们后都会讲 然后五到八年的 就另外四年的就是Medical School 这个就是医学院 这个需要考一个MK 这考试就七个万小时 然后再往上就是Reddit住院医 然后再之后的话 可能有的人会做一个Specialist 做一个专科医生 然后或者是走Medical Research 这个Kelsey会比我更熟 他会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然后底下这个Timeline 为了让大家告诉 给大家一个习惯的印象 就是你学医意味着什么 赚钱多少先放到一边 你要意味着你人生的五分之一是在学医 大家要考虑这个 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事业 非常崇高 这次疫情没有这帮医生的话 人类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境界 对吧 因为美国的医生是可以翘班的 他不需要去 但是他们还站在一线 包括个人的安危 对吧 特别在防护工具不足的时候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说 孩子在这块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 当然了 医的话确实给你非常稳定的职业 你将来的话 年龄增长 你的经验是会越来越增长 你的薪资会越来越高 你会做东西越来越擅长 越顺 但是同样你要考虑 这个付出是不是 你愿意支持孩子去做这个事 我们有个学生去年 进来Williams College 他的Binash Deferred 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他父母是说 你这么聪明 这么有天赋 这么喜欢医生 你为什么不学那种 Surgeon 将来去学Neuroscience 就是那种神经外科那种最高端的 一年可以六七十万美元 同样也是就此服装 他选的儿童 孩子的答案非常的感人 他说 孩子那么小的时候 你给他一些好的健康的生活习惯 给他好的那些预防的措施 就像今天我们嘉宾Kelsey学的一样 一会让他主要分享 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预防的未染 你为什么要等到他年龄大了 生活习惯不好 压力太大 或者是别的一些原因 导致的他有这种疾病了 而不是在最早的时候 消灭这个疾病了 在萌芽之中让他好的生活习惯 当时我在和他父母沟通 还塌的时候 我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震撼 我觉得这孩子就是学医的料 他想的很全 他不是为了钱 因为家庭医生 二一工资是相对比较低的 一这个行业是最低的 所以这就是投资回报率 父母我也理解 因为在忘记生活成本很高 Kelsey 你能不能给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好的 谢谢Ben 那么就我自己本身而言 我的临床背景是预防医学 然后医学都会要求是去医院做轮转实习 当然针对不同的科室 它的时间可能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三年 有的是五年 有的可能是两年这样子 然后就我自己而言 我在上海的一家医院 其实也是顶尖的一个医院 在做轮转的时候 当时亲眼目睹了一个商医事件 当时我正好在手术室 跟着一台手术 这个时候突然 有送进来一个急诊的病例 然后我去一看 发现原来是一个可能 有精神疾病的肿瘤患者 他在商医 然后这可能是上海第一起商医事件 这个事情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然后它也导致了我的一个职业 选择上的转变 然后我可能会更加的对人群 还有公共卫生感兴趣 而不仅仅是针对于个人的 就是治疗这个individual patient 个例 所以之后呢 我是选择了去读 公共卫生硕士这样一个项目 就开始转向人群研究 然后我的读的分支是生物统计 现在应该是叫 health data science 可能每个学校的这个program也不一样 然后之后是先去咨询公司 还有要起了解一下这些大公司的一些项目是怎样的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有很多比如说新衰门诊 或者是透析的这个center 他如何进入市场 就是了解医疗 但是从不同的领域来看这个医疗 再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医疗科技公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契机 可以使用相当于是医学数据 还有科技的一个结合口 然后现在covid-19 pandemic这个期间 其实我在这家公司也有帮医院来设计病人分诊的管理流程 有点逆风翻盘 取得了不错的一个成绩 然后我觉得影响力 可能这样子更有影响力 所以我觉得在人群公共卫生上面 可以让我对这个社会有更大的贡献力 为了这次讲座 我特意跟Kelsey聊了一下 因为她在职业方面 我觉得虽然她本科没有在美国 但她在美国之后的这段求学经历 包括自己在国内的经历很有界界意义 我曾经问过Kelsey 你觉得真正你的本科医疗的training 和你在硕士期间 美国的教育 哪个对你帮助大一些 然后具体帮助在哪 还是根本就没有太大帮助 实际上就是一个测试一样 我觉得这两段教育经历 其实对现在都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这个帮助来自两方面 首先医学知识的本身 它是医学行业 它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一个行业 你需要有足够多的医学知识 包括解剖 生理 诊断 内科 外科 所有的这些知识对现在都是很有帮助的 其次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教育它这两段经历 它对方法论和对未知世界的一个探索 这个尤其重要 举一个很好的例子 COVID-19 这一个病毒是从来没有过的 那么这个医护工作者 在面对这样一个新型冠状病毒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应该在人群中采取什么样的隔离措施 以及防疫措施 这一些方法其实也是借鉴于 之前的一些防疫的一个经验 但是直到今天 其实我们也是没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 到底什么才能可以真正战胜新冠病毒 但我就是举这样一个例子 因为我很多医疗工作者 都每天都是在未知领域的一个探索 所以这个方法论也是很重要的 医疗常识来讲 这个基本的training 最强度最大的实际上是在复旦产生的 对吧 然后你在耶鲁这个虽然是两年 但是我觉得它是另外一个focus 可能更policy oriented 对吧 更那个big picture 那你觉得这个 对于你你现在工作里边 就那几个核心经济力 你觉得是哪个学校带给你 你可以说只是复旦 可以说只是那个耶鲁 你觉得就是目前你的职位 因为你的目前发展趋势还很好 你觉得哪个学校给你的这个催化 因为我觉得本身就还得有这个能力是一定的 你不是光学校教 但是哪个学校哪段经历 给你最大的这个放大 对你能力的一个提升 是哪个 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这取决于你是如何看断 看 我觉得 每一个人生阶段 年龄段 你可能学到的东西不一样 其实在 尤其是18岁到22岁 除了知识 除了知识 除了方法了 你可能还学到一些世界观 还有价值观 这个培训 对我现在也是很重要的 就目前的职业而言 因为这个产品经理 尤其是12岁这个 他是一个很 cross functional的一个职位 你需要跟所有的team 所有的团队进行合作 然后尤其是医疗领域 他一般是B2B 一般是你直接面向 医院来进行一个沟通 所以在这个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里面 我觉得除了 医学知识 还有 就思考问题的能力 辩证能力 然后就产品 这个医疗科技而言 我觉得两段经历 都是很有必要的 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 告诉你 我还想问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 一般我们学生在给他申请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画像 就是我们在present 给college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这个孩子是一个 有一个地方 一定是很突出的 就是一专多能 对吧 他有个核心竞争力 那你觉得你的核心竞争力 在哪 就找一个最突出的 可以soft skill 也可以是自己的 你找一个 你觉得是哪个 我觉得医疗的整体领域 是非常独特的 他一般需要 专门的一个知识 然后很多医学背景 出身的人 他可能对产品 对programming这一块 没有特别的兴趣 所以要找到一个 同时具备医学背景 又可以切合科技公司 需要的人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我可能比较幸运 刚好是有both skill sets Kelsey的分享 让我突然想到 冯堂 他是个著名作家 是医学界的一个 著名写广青年 业余写作 专业作家 那个万物生长 是他那个剧本写的 他是协和一篇毕业的 那年只录了40个人 好像他们就是40个人 他当年老托夫 是考了满分 在Emory读了MBA 关于冯堂 其实他这个人 非常的厉害 他们那一届 协和清华的 协和的人非常 应该是人中龙凤的 那种感觉 然后刚好我在 Berkeley做RA的时候 我的PI 他其实跟冯堂是同学 然后他们那一届的人 都很传统 然后我的PI 他其实是从王小冬 王小冬已经是 美国科学院院士 还是美国的一个院士 现在是创办了 Beijing这家药企 这家药企已经是上市公司 然后发展的是非常好 然后王小冬 其实他是P53 这一个基因 癌症基因的一个创始人 他们都是 有蛮多长期的故事 但是anyway 我想说的一点 不管是学习 医学也好 也是商业也好 也是作家也好 他有了一个核心 包括他的那个思维体系 训练 思考问题的方式 其实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诊断 诊断他是有一个 严格的一套系统在里面 你如何通过 不同的这一个症状 然后你去问 通过问诊 也有个old card format 然后通过physical examination 通过labs 然后最后得出来 你的这一个diagnosis 还有differential diagnosis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训练过程 然后放在商科这也是适用的 就是你碰到一个案例 你可以做一个诊断 到底哪一个领域可以有best chances to win 其实相关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刚才你说你这个工作强度很大 因为你们的业务在暴增 你时间管理和那个priority 你怎么控制的 maintainment 因为其实很累嘛 对着屏幕一天 这个covid-19 因为我们公司是看到了这一个趋势是迅速的 大概相当于两周之内拿出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 之后 专门来做这个screening agaridon 大概三月一整个月的时间 我们是签了15家医院 大概一共launch了20个产品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 这几乎是完成了一整年的一个工作量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首先是团队 其实一个PM rely on the team to thrive 你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很supportive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第二一点 这个是最重要的是 re-engineer the tooling the internal tooling of the product 然后通过改变了这个coding的方式 然后让这个产品可以迅速的一个launch 那个supportive team 我觉得这个可以试用到高中生 因为一样嘛 你是产品经理 实际上这班孩子呢 家里边团队就是父母啊 还有自己周边的环境局里的 那我在线上上课 那孩子这个schedule举个例子 我们需不需要每天一家人拿一个时间去hiking吧 对吧 你也知道screen time常常 你需要一个接触自然 然后来放松自己的状态 因为你一直在沉浸在那种状态里边的话 你是感觉不到那种压力的话 你会时间长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压力会导致学习的状态下降 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个点 有一个supportive team 就是这边的父母 我觉得父母不要过多的interment 要理解孩子需求 该让步该让步 该留白留出一个空间来 过去我们接触很多案例上 就是家长的话给的压力太大 孩子就是在冲子之前已经崩了 已经崩了 就像他在跑 他已经落后了 但是他想冲刺 他有自己的节奏 可能不一定对 但教练呢 跑到后面使劲推他 直接打断他的节奏 可能会让他摔倒 因为他可能就不会自己调整呼吸 所以这个比喻呢 我是希望家长能够深入的了解你的孩子 他到底要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 我们之前前几天和Kyoshi聊的很有意思点 因为我相信大多数家长 虽然今天是听医的 还是希望还是学工程 对吧 因为毕竟工程的话 起薪没有那么高 但是他赚钱早 他本科毕业可以赚钱 然后呢 他实际上这个投资回报率是高很多的 你也知道 这个淘汰率极高 一会儿会讲到 就具体的这每一步的淘汰率非常高 所以我是希望家长就是你要你要确定 因为从前有点 他不如工程师核算 但是从对人类的意义上 我个人觉得很大 就此服装 对吧 你改变不了世界 但是你每一个动作 你都在拯救一个家庭 所以这点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 当时Kyoshi说的很好的点 因为大家都在裁员 不管多大的公司 除了Facebook Google这种级别的 还有Apple这种的话 现在是Fraise 基本上不是给砍人 但要看强行发展 很多中型 中大型都在裁员 你像L&B被表表了 Uber Lift这些都是裁的很厉害 然后Kyoshi当时提了一个很好的一点 他说他在面试的过程中 他发现很多资历非常强 比他都要好很多的 但是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有一个correlation 就是你学码 学工程学得越晚 貌似 你这次淘汰的概率越高 这个fundation很重要 盛世之下看不出来 一大道乱世好像非常明显 如果拿医学和工程 computer science 这两个职业做一个对比的话 那我觉得 学computer science 它可能是抛物线 如果一旦到了比如说30岁 或者40岁 你的这个programming skills 没有被这个 已经被这个世界所淘汰了 那可能会面对很大的问题 而医学它其实是一个缓慢上升 到了一定的点它可以有一个很很好的一个突破 所以他们的这个曲线首先是本身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为什么医学它的培训时间是更长的 它的门槛是更高的 然后第二一点 很多人可能是学了一个自己不是很感兴趣的一个专业 然后这个时候找工作的时候说 data science 或者是computer science 很好找工作 然后就去上一个bookcamp 或者上什么coursera 这些课 迅速转码 在经济好的时候 我觉得是这个现象还蛮普遍的 但是一旦经济开始下行 尤其是这个行业开始萎缩的时候 大家都会发现 这些人会失去核心竞争力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竞争过科班出身 经过严格培训的那个人 因为那些人他可能会在这个 backend structure 或者一些data structure 可以有更深刻的一个理解 然后这是第二点我想分享给大家的 然后第三点这个我觉得尤其是新冠之后 我很大的一个感触 找工作的话可能选择行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共享经济有很多Uber Airbnb 万万没有想到新冠居然可以完全改写 共享经济的一个历史 所以这些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 很多行业会就此改变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职业规划中 可能选择行业很重要 而对于医生 因为他是一个相对很特殊 然后又是highly specialized 这样的一个职业 其实受新冠也是在新冠中也是受影响的 很多elective surgery 或elective appointments 也不再是热门 但是有一些specialist 还是可以从新冠中脱颖而出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digital health 或者telemedicine 现在是heavily utilized 的platform 来承担这个病人的一个问诊 我觉得很可能新冠也会让digital health的历史 可以往前推进五到十年 所以这三点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 非常感谢Kelsey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我们分享的一个 如果是第一次进我们直播间的家长 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种proach 觉得你们怎么讲 这个大学申请怎么讲那么远 实际上我们整体的风格 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做plan 是无法问这种根本性的问题 你读大学的意义是什么 不管是medical school 还是你的undergrader 没有一个大学可以保证给你一个 非常明朗的未来 你要自己搞清楚 如果在入读大学之前 你没有对自己一个了解 你可以对前途不了解 这个是正常 因为行业发展很快 但如果你在高中期间 没有通过课外活动 和自己的思考反思和读书 来审视自己的整个的核心竞争力 还有做一个人的兴趣 和你的爱好在哪儿 你将来大学只会人与移民 将来可能哈佛毕业 只能回来交个ICT 然后你也不一定开心 因为你只擅长考试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家长孩子 不管你是将来申请ASU 还是Harvard 这个跟你的基础有关 和家庭资源 这个我们不能强求 但是我们希望你有进步 但我们最希望的是 你高中所有的这种activity opportunity 是可以一个审视自己 了解自己的过程 而不是希望大学 我研究生读过一个私校 收费也不低 当时专业排名全国最好 但是即使那种学校 他也是一对多的那种career planning 没有人会关注你像父母 像你的新闻好语一样 那么关注你 对吧 你需要自己对自己了解 这就是高中和外活动的一个核心价值 通过社会实践 甚至是阅读 来了解自己的内高 自己的那个就是核心心理 对自己的了解 对周边的了解 对吧 你也不能光了解自己不了解新闻 就像covid-19一样 孩子根本就不看新闻 那你那你真的是就是活在真空中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转化一下 就是至少对现在这个新冠 包括这个行业预受了解 我觉得他分享的特别好 因为过去的话 我们单独把大学生意拿出一块来 没太大意义 因为没有大学绝对不会给你答案的 如果你自己搞不清 你就是靠自己的 一定靠自己 大学里不可能一对一 我们接着分享一下这个 接下来的一些一些一些核心要素 我这个图片的话选的有点有点有点 不一定家长能看懂啊 这些都是医护人员 家长仔细看一下 就是我是希望 为什么我的文章叫捷径呢 是因为学艺的路 九死一生 这个医学院录取率非常的低 都是个位数 我们在微信文章有提 像纽约的话百分之二点几 比哈佛都要低的多 这个的话 也就是因为百分之九十八点进不去 即使是加到别的所的学 你抵押一起 可能十个申请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 那面对这么高的失败率 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你想学艺 想就此扶伤 想将来的话 他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 而是有失业的风险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别的 一会儿有塞会讲 这里边有牙医 对吧 有那个药剂师 有Nurse Practitioner 这些只需要硕士就可以完成 而且考的难度不是特别高 起薪也在六位数以上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是一定会越来越好 大概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且你也不需要像医生一样 把收入的很大一个比例 来买这种 Malfunction的那种insurance 就假如说有那种医疗事故的话 你要买保险 这个保险很贵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 就是在医疗这个体系里面 像凯尔森一样 他做Digital Health 他过去选择preventive medicine 这些都是构建整个人类健康 卫生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组成部分 你不能指定医生 所以我觉得你要确定一点 你将来的孩子 实际上过一个什么状态 如果他觉得就是非常 帮助他人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很多职业可以达到这个点 即使再容易一点 那你就学一个occupational therapist 还有那个physical therapist 这些的话就业也非常的好 现在急缺 而且随着社会老年化的发展 越来越医护人员会涌现出来 就这个职业发展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是那个美国劳工部 在13年做了一个projection 对吧 2020年是个分水岭 因为新冠的话 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但是从之前的十年的区间 你可以看 health care occupation 就是健康医保这个行业 实际上这个需求量非常大 远远超过过去十年计算机行业的增长 还有工程 对吧 因为即使是计算机的增长 它也是你是属于医疗这个行业 增长所需求 大家就仔细看 现在全世界除了个别的欠巴达国家 像印度一样啊 它基本上的人口是属于负增长 或者是倒进化结构 这种结构造成人口老人化 因为医疗水平的提升 会造成这个会导会导致吧 这个整个人的这个life expectancy 比较比较长一些 所以大家在海开的选专业 在分析的时候一定要展望未来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你不能只拿出一段经历来分析判断 我觉得这样没有意义 然后大家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这是stamp 就是这些行业的就业前景 医疗还是很大的一个方向 如果孩子coding不是那么擅长 干什么效率高 特长天赋呢 不是说你要是天才 而是你在和周围一个小圈的人比的时候 你擅长 就是你别人休息效率更高 我觉得特长 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特长和你最顶级的比 因为这个全球几十亿人 任何一领域你去比的话 你都会被人比下去 而是要比周边你的这种多线型的特长 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核心竞争力 我觉得都是会有的 举个例子 我在硅谷的时候 我第一份实习在一个投资公司 然后这里边都是学技术的 然后我一个学商呢 我在商学这种below average表达能力 在那里边就非常突出 一堆活动来百十来个人 我上去讲的话我就不怯场 我就很兴奋 他们没有一个人敢上的 虽然他们每个人数学都秒杀我 但是我就发现原来我这种属于标配的 在商学院的这种状态 在这里边属于一个特长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一定要找好定位 就是你不要去大食堂里面当一个小鱼 你要到小食堂里面当一条大鱼 等你长得足够大的时候 你可以跳到一个更大的池堂 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教育原则 我们的理念 然后这个呢 就是昂贵的高等教育在哪 就是刚才Kelsey已经提到 就是他真正学到什么 是解决问题能力 共享经济 虽然现在可能变成过去时 包括这个digital health 包括未来的很多行业 电动汽车 无人驾驶 就这些所谓的领域 对世界的改变 对传统行业的这种冲击 我认为有一点 就是他实际上都在考验人 这个对大学的要求 大学你能够适应这个新的发展 新的行业的变化 对人才的要求 实际上我觉得没有变化 人才要求都是从来没有变的 那就是两种 这个舆论比较喜欢二元论 实际上是不对的 应该大部分的人是取在中间局里的 你是通财还是专财 这个我觉得一专多能 底下第二条 反倒是核心 就是一定是有个常数 不管是性格方面 还是学习能力方面 你有个特长 沟通能力 分析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关系协调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 就是任何一种能力 你是一种核心性能力 包括数学能力 对吧 那种理工课能力就不要讲 更是特长了 多能的是有些skills 你要学 举个例子 像风唐他在里边分享讲 他是特别不喜欢算数人 他在NBA最难的一个课是 但是说他学 他努力学 他达到平均水平 他对后来的 是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他就是在写作 在整个战略分享上 如果他当时放弃那个的话 他可能避不了业 或者可能他之后的机会 都会渐渐消失 就有些东西 你是要克服的 技能是可以学的 但是你作为性格上一个特长 是一定是天生的 你可以 因为性格上一些缺陷 你可以通过别的方式 来学的更有效 但是你不能说是 我只打一个点 或者我什么都是精通 但是我没有特长 这也不行 一定是一专多能 这是真正我们接触这个行业 里面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共性的特点 然后复合形成才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一专多能 然后底下两本书 可能很多家人已经看到 特别是左边这本的 这个人虽然是个记者出身 bestseller 但是他的书的话 我觉得对家长 对教育的理解 非常好的帮助 我觉得很多教育学家 他写的书 反倒是比较narrow 盯着一个点 他局限在自己的 知识的壁垒里面 他没有打开 因为教育的目的是 你人生中的很小一部分 是为你的就业 是你的将来生活的满意度 是整个人生规划中的一部分 教育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教育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通常是这种 比较宏大叙事的作者 他看的这个层 圈层比较广泛的时候 往往他的写作 能够让你有启发 Outlier 这本书的话 在国内可能叫异类吧 叫非凡之美 不太知道叫什么名 这本书的话 我觉得家长一定要看一看 他里面一个十万小时 不是一万小时理论 被国内用烂了 他们认为他们误以为 你只要在一个领域一万个小时 你就可以撑台 其实是不对的 美国 美国这些 很多人他可能做那个 deliver guide 或者在后台后厨 他做一万个小时 他也是可能是一万五千个小时 他也变不了米其林 大家有考虑过为什么 就是这一万小时不是定文 他能不能说 通过不同的案例分析的一个点 就这个人如果在一个领域里面 能撑台 他是有一万个小时的优质的资源 他举了比尔盖茨的例子 他在最早的时候 美国高级计算机的时候 他和那个朋友溜到我的母校的皇上大学 里边去玩那种特别大的计算机 他就开始那种punch card 他已经开始聊了 他已经知道了 然后他分析一些别的地方所谓的天台 他背后这种必然性 当然一定是有运气成分 这个时运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他讲 这种时运造就的是这个人在早年 可能接触了一个和他特长比较matched的一个点 然后他有而且加上优质的教育资源和那个机会资源 教育分两种一种是实践资源 假如说你是苹果早期员工 你可能什么都不会 但是给你这个任务去做 让你去开始练 到苹果到第五第六年的时候 你已经好一大牛了 因为你在接触一个新的原因 这就是kelsey分享的一个核心经典点 大学教育一种能力 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 这那天他跟我讲这我非常感触 我特别记得了notes 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核心 所有的知识它是有时效性的 你wikipedia都有 你不需要记忆 而所有的case study 所有的那种题的解释 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一起 实际上是在练你这种 对未知问题的反应 就像这次covid-19一样 你如果是家里边非常有洁癖 保护的特别好 孩子不沾泥不沾土 从来没得过病 他将来遇到的流感 别说covid-19遇到流感 他们会注意到非常重 而如果这个孩子是从小去幼儿园 回国暑假回国吸吸霉 对吧 这么一套走下来的话 他发病的概率会 因为他的免疫系统 经过了大量的这种锤炼 他们会应急补充的情况 虽然covid-19非常的奇特 但是呢 一个调研之前在两个礼拜前 New York Times有一个report 美国他做大量 纽约做大量检验 美国homeless里边 八成以上是轻症 就是流浪汉 他们的生活反映多么的恶劣 对吧 虽然比中国的要干净些 但是也很脏 天天就和污水啊 尿槽这些东西混在一起 美国的纽约地铁街肉多脏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 大学教什么 你就想想这个人的疫苗系统 人的免疫系统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要吃母乳 对吧 为什么孩子要去接触这些病 要得这个病 包括疫苗 它都是一个套路 所以大学你就把它当成一个 给你打疫苗的过程 让你去面对这个东西 然后第二本书呢是range 他这本书呢 观点就是说通才会称霸这个世界 这个呢 我觉得有些借鉴意义 就是说你不能做定一点 你要一专多呢 你像kelsey一样 医学的背景 对吧 他有商科上他有做发展 他做一个均衡 因为这个项目中文的一定是两者的 你要有技术背景 你要有商业理论 其实任何一个事 他不是孤立存在的 如果你想做一个后台的一个工程师 或者医生你想做一件事可以 那你要忍受你只听着一个事 你将来很难在那个职业规划道路上 越走越远的这个现实 如果你想做到领导层面 或者有更多的影响力 即使是像我们的现在的华人里边 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远征 那个Zoom的CEO 他如果在07年的时候 他37岁 不读斯坦福的MBA 我不认为他会做这个成就 归于我们认识很多技术 像他一样牛的 在安全领域 在这个视频领域 在一些芯片领域 做的非常好的工程师 他们很难做工程成功 就是因为他们缺乏这段 非常优质MBA教育资源的这种 这种匹配 然后当然也透露一点 远征这个故事大家都已经读了很多了 他拒签很多次 他英语当时读好 他在国内已经读完硕士出国的 就他这种持续学习能力 我觉得大家要学习 就是他不光是为了钱 他原来的股票已经很赚了 但我觉得是做事这个能力 就是他面对挑战的时候 像凯尔斯一样 那我觉得我MBA需要股 那我就可以利用科幻时间去补足自己 他对这事有兴趣 他会投入 而不是只是说大学给我一个答案 我拿了哈佛 这我人生就走向巅峰了 但是我告诉你 往往有这种想法的孩子 初到即巅峰 可能他学历史的一辈子 最有价值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块 这是今天一个核心点 就是医学院为什么我们劝大家不要 申请premed 美国有premed的学校呢 大概十几所 我们查过 不会超过二十所 这些学校呢 往往是很多加州家长不会深的 没有意义 因为premed course co curriculum 非常的容易达到 你本科花不到一年到一年半 你肯定可以完成 而这些课 是可以帮助你完成毕业需求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直通车 有个家长可能也问到这问题了 BSMD 还有BMD 就是七年或八年联读的项目 这种项目呢 有的学校不多 申请难度的话 比哈佛要录取率 从number来讲更低 这家长慎重 如果你的还进入这个time 我们过去 我觉得我们接受的case 有两个学生进去过 一个是进了painstate 另外一个是进了好像是bailer 他们两个同时也录了疼校 但是就是布朗和coronel这种级别 就他们的能力非常强 他们的综合实力都比较不错 如果加上有这个想法 我觉得可以 这个项目的话 那个fail rate还是比较低的 进去之后 大概率90%以上 你是会顺利毕业 读到MD 性价比也比较高 对吧 你保证了八斤的风险 对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曲线救国 刚才我提了 如果MD觉得比较难 那就是DO DO的话翻译的话 这个curse比较懂 中国质问的翻译叫骨科 实际上不是 我觉得和中医比较像 MD是觉得对症下药 DO的这个核心理念 是他觉得人是整个系统 他觉得是整个系统的这个问题 怎么从系统上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DO相对申请难度 比MD要低一点 但也不低 但是我在网上发现一个问答 就说可能2022年以后 DO和MD并成一个 然后NP就是Nurse Practitioner 他的薪水也很高 需要一个硕士来完成 他是可以单独开处方药的 PA Fedition Assistant 这些都是MD的 在DO之后 这几个项目 相对难度比较低 硕士就可以 但是药剂师 很多Dentist比较难一些 这个因为咱时间有限 不可能每个西化 因为每个都可以单独讲座 讲很久都可以 我只是告诉大家 你想从事医治的行业 我觉得很多路径 当然加上千万不要限制 包括Public Health 加上去工作 政府 或者Non-profit工作 因为大家肯定会注意到 这次疫情之后 各地政府和飞行机会 会花大量的钱 来做下一次大疫情的防御 所以这块的投资会非常大 钱一直是有 只是流向哪里 所以说孩子如果对医疗有兴趣 又不想学医的话 有一定这种商业背景 或者Leadership School的话 或者对政治比较感兴趣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向 大家请参考 这个CALCIT的职业发展路径 他作为一个当年的国际学生 能够一步一步道上来 我认为你们的孩子 有这个身份 英文是母语 我觉得只要合理的规划 加上自己的努力是没有问题的 副国人员我们也提了 然后呢 这里I Ben 我这里快速的讲一下 就是NP 其实我在工作中会经常跟 还有一类Nurse打交道是 Registered Nurse 然后Registered Nurse 一般是没有处方权的 NP Nurse Practitioner 他一般是Independent Practitioner 然后他是有处方权的 一般是从Registered Nurse 再读一个Master 然后再去考一个License 就可以变成Nurse Practitioner 然后再跟医院 尤其是Digital Health 这一个部门打交道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人是RN Registered Nurse 这也是一个非常 他们是不是就不需要Residency 他们就是会说是毕业 基本上实行一两年就可以 是不是 对他们的Residency 时间很短 然后不需要医学院的时间那么长 然后NP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职业的选择 他也可以独立的去看医生 跟Primary Care Physician 有非常多的一个重合 我觉得你说这个点特别好 就是很多家长就是one way or no way 对吧 我觉得不应该的 因为这个医疗系统这帮做防御的 还是很多人的 而且你都提醒我了 我们当时去做检查的时候 比如在一个当时我们用Blue Cross的时候 我们其实在南湾哪个城市 Campbell吧 我们当时去看了还真的是一个Nurse Practitioner 而他特别 他通过艳写 跟我们分析出一个核心原因来 还真是 你怎么说我这么有觉区别 只是说后来 其实当时我挺怀疑的 我说这个他我就喜欢MD 你哈佛都最好斯坦夫最好 但是我们的而已斯坦夫的MD 在东湾这块特别坑人 我们孩子一天拉十几次 他就说没事随便 他特别理论化 所以他在网上没有review 反倒是我们后来换了一个台湾过来的 考虑医师执照的一个医生 在我们在SAMATEL 那个Kaiser 结果我们解决本质问题 我觉得你说这个道理 就是医这个不代表他的实践能力 对吧 而且就是这个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provider 他可能是考试能力强 一般去名校读医的考应试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但也有很多practice scale 是非常出色的人 他可能在renew license的时候顺势考试不过 所以这个东西取决于你怎么看 行医的还是需要经验 还是需要大量的一个练习 我觉得你又讲了一个核心观点 就是你在选择任何一个 选择的时候 你要看这个专业度 而不是看他学历 特别赞同 就是我的儿子是在美国出生的 然后我们当时 当时我们选 你是选医生的 还是选那个接生的 美国接生单独一个职业嘛 他心思不高 但是接生 对对对对 我说肯定选接生的 我说医生的话 凭上办公室里边就露个点五分钟 他根本不出来 对吧 那个midwife他职业 他这一辈子就干这个事 所以就找他 所以我觉得家长在选择一些自己的 你的coach 或者是一些 具体的 那个 consultant 任何一个领域 家里边包括那个plumber的时候 你们要根据经验 然后高中期间的规划 这个呢 因为家长因人而异 所以我们只能给一个大概的guidline 但是我们的原则就是告诉你们 一些事是不能做的 举个例子 goal setting goal setting就是那个 刚才凯特讲的一点 你要做基于你对未来行业的判断 基于你们的工作 基于你们的成长经历 但一定要结合现代 因为你们那个时候时代 已经是变化了 你们要所以我国立家长 还大量的阅读 一些最新的report 也好的一些杂志 特别是付费的 他对未来的前瞻性还是非常强的 免费的一般我觉得营养比较差 付费的 所以我们现在都看付费的 我们公司定理对付费的大西洋 是那个周刊 包括那个什么经济学人不太看 因为时效性比较差 按周来讲的 waltry journal这种 我觉得都挺好的 虽然是花钱 但是我觉得这个质量真的不错 major college很关键 还有一点我们不太建议学premed 因为万一你学了premed 然后你就觉得你考不过mcat 或者你改变主意了 那你毕业就业的概率非常低 可能你需要父母再花钱给你读一个master 甚至phd phd当然很难申请了 还有bio chem 这种natural science major 我们非常不建议学 除非你真的是特别喜欢 同时你家境优越 可以afford你读好多年的书 不需要工作 我觉得家长一定要清楚 你宠爱孩子 但是你一定要他很早的开始工作赚钱 因为孩子如果不工作 他会生活在象亚塔 他会非常左 昨天我们家长在开玩笑 就说老子孩子为什么支持民主党 因为他们不赚钱 你如果是家里边养家户户的话 你不太会支持民主党的政策 因为这钱是你赚的 你教的 怎么分配的话 就不能说是你看谁你就给谁 你应该讲个公平合理性是吧 所以我觉得家长在考虑的时候 一定要客观理性 宠爱孩子 无限理学费 我不认为是个好事 我觉得让孩子早期的参与社会实践 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然后academics 那不要讲了 你如果 你不要以为高中我GP低点 我去一般的大学 我拿一些EZ课 拿个EZA 我就可以去很少 medical school 不可能 我们做research 我特意做了一个research 你的MCAT score 实际上适合你的那个 college GPA 还有你的 包括你甚至往前再推 你的high school的ACTT score 是呈正向比例的 就它都是一个标划考试 它都是考虑你的自我管理能力 逻辑分析能力 推理能力 就这种能力是贯穿的 就所有的标划考试一定会有 所以说能考试的 像Kelsey说的 他就是擅长考试 他逻辑推理能力非常强 所以这块就是家长 如果你真的要孩子有学习打算 那你高中和GPA的话 高中这个课 你都你都有struggle 像Bio 像Chem Physics 你都一般的话 我不太建议你将来pursue医学 因为这个路很窄 但你可以考虑Nursing 或者别的那种 Physical Health 都可以 如果他有这个passion的话 然后ICT 刚才已经提过了 所有的标号考试都一样 这俩好像三个多小时 MCAT 七个多小时 我个人觉得MCAT 七个多小时 还有一层含义 这是一台大手术的时间 对吧 你觉得强度大 但是医生的话 在手术里边一泡这种长时间 特别是那种神经外科 还有心脏那种大手术 这是他们的高强度工作时间 你连这点能力都没有 你还搞上搞 ICT你就觉得非常累 非常struggle 不要去了 这个care不适合你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等到大学 花多学费才发现自己不适合学医 很多时候高中可以做的 你何必花4年的钱和4年的青春 去尝试一些高中可以试过的东西 包括一些summer camp 我们下面提到的 那些和medical field相关的 我们之前有个进 那个stern商学院的 在montevista的小学校 几年前 他现在可能毕业了 他就是因为参加了cosmos 一个medical field 他说我不会喜欢这个东西的 我觉得太学型了 他接受不了 所以他就改学商了 就他在11年级决定改行 然后他活动调整 包括那个asset 他运气比较好 然后进那个stern商学院 然后现在很开心 你何必等到大学呢 你高中的时候什么活动不做 大学里边一发现 哇塞 organic chemistry学不了 生物学的头都大了 你在改的话 我们接受一个案例 一个小男孩 在我们的时候想申请top10的那个graduate school 国合理比2.7 怎么可能 多少钱都不要想了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家长高中处 一定要给孩子足够的这个刺激 就像小的时候你带他去玩一些 玩泥巴和大家小孩接触 那么增加他的抵抗力是一个道理 千万不要过度保护 或者你误认为大学可以解决 大学解决不了 就像Covid那天没有特效药 就是靠防疫 所以医生有句话叫 Covid叫什么呢 叫什么偶尔治愈 什么常常安慰还是什么 永远什么的 类似这句话 实际上医生的话 张文宏医生也提过 治疗胃病吗 就是未来的疾病 还是 对治疗胃病 对治疗胃病 而且主要是靠医生的身体 就说我们 我们只能说是做好辅助 特别是Covid-19 当你没有特效药的时候怎么办 对吧 你希望他的免疫力跟上 蛋白质性補充充足 少喝之后多喝牛奶 就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是医生很大一个责任 实际上真的 就是为什么 艾滋病特别利索 他毁的是免疫系统 对吧 所以我觉得是同样道理 就像孩子一样 你如果不给他足够的刺激 你等到大学里边 突如其来一场大病 他接受不了 文书的话也是一样 你不需要说自己多么喜欢学医 你要通过文书来reflect 你对人生的解释和理解 这个我们会单独讲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图 回头可以发展家长群里面 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个图 就是我们根据所有大学的录取标准 因素我们合在一起 根据颜色的深浅和不一样 来告诉重要性 你可以做的不可以做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整个教育理念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上限在哪 然后你要知道自己的potential在哪 然后你要有具备分辨这两种东西的能力 这是一个这是我们的核心理念 这是为什么我们老写了一句比较 我们认为比较高大上的一个 鼓励我们自己做事的一个方法论 就是我们是一帮现实的理想主义教育者 我们现实是因为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 对吧 每个孩子基础不一样 理想的话 我们还是鼓励孩子追逐梦想 完成一个将来可以可以让自己家人和自己活得很开心 然后生活这工作也很有意义的事 然后最后的话 Q&A Elly你看一看有没有一些问题 家长希望和那个Cellie沟通的 因为 不好意思 Cellie 因为Cellie的话 我们很久才请你 她也非常忙 非常感谢她花这个时间给我们 我们的话每个周都都可以 所以说家长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现在问一下那个Cellie 然后刚才呢就是有家长问这个应该是Ben 来回答就是如果就是 how to prepare for medical school during high school what classes should high school kids take to get ready for medical school 就是高中生的时候这个课程怎么选 如果说之后想要读medical school 然后呢就是这个 如果是medical school的话 是这个8 years under 或者还是 就是那种separate program 比较好呢 哪一种比较好 按照这个学术成绩的排位 学霸类的 一定要学 BioChamp都学一圈 就是你提前 你其实提前 你包括Calculus 包括APChamp 包括APBio 这些课到大学里边给免掉学费的 这些课不便宜 对吧 然后你其实已经提前上了大概20% 10的那个premed classes 你包括AP Literature 这就是大学writing课的一些出行了 对吧 你没有必要说等到大学再去学 我觉得如果是学霸 你就学最难的课 因为如果大学里边 你高中里边都是学霸 那你大学里边 学霸的概率也比较高 对吧 当然你的高中一定要够challenge 不是一个学校 一般学校就可以 然后第二学大多数80%的孩子 他最正常 我觉得高中的那个课程选择 BioChamp 是非常好的一个检验 即使这个课很难 如果你真的立志学医 你一定要选个最难的老师 但是教的不错 他不是故意难 他教的不错 但可能拿的也不太容易 你拿了之后呢 我觉得你才会知道 自己将来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学 我觉得这个很好 不要等到大学 大学成本太高了 而且有一节课拿个B 也不是什么坏事 拿个C 也无所谓 也不会太厌价大局 因为毕竟你的长期计划是学medical 对吧 你也不是说我只是希望拿一对A 进一个学校里边 曲线救国 学一个别的专业 这么讲吧 好专业你想取线就不会的概率太低了 能让你随便取线 随便换专业的大学 两种 一种是特别差的 随便选 另外一种是特别好的 你很难进去 像藏诚能 大部分常业能和大部分前世的私校 专业是没有区别的 随便选 他转专业比较容易 所以我觉得很难 所以家长要慎重 然后成绩如果特别弱的孩子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这个力想学技的话 曲线办法 究国办法倒是有 那你就是可能努力发现成绩不太好 如果我说的特别差当成绩了 转战community college 但之前这一年 我建议去工作 去pharmacy office 或者去别的那种相关领域 去让孩子去落实一下gap year 因为社医大学可以编工编读 让他找到自己的meaning 觉得是不是这是想从事的工作 再考虑 然后通过社医大学转一个不错的UC 这个过程把学术的build up 这个是可以的 但这是因人而异 因为我们有学生干过这事 就是我们推荐他gap year之后 他学了一个证 怎么采写这个是可以考的 高中可以考 很好的办法 他真的enjoy 和写大教的都没问题 大概率也没什么事 我们还有一个学生 妈妈很有能力 给他找了一个项目 是在咱三国这边 一个medical center 做urgent care 每天是看到一些比较 那个惊悚的一些东西 但他没问题 他很enjoy 他觉得非常rewarding 所以这种经历的话 我觉得高中能做就做 千万不要等到大学 大学too late了 你换上也太难 而且孩子会有挫败感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抗压能力非常低 所以这个大家要有顺利 还有别的吗 有的有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刚才有家长问说 如果不选premed 因为你讲了很多 如果不选premed这个专业 那之后读医学院 会不会没有优势 如果选其他专业的话 如果读premed 可能是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进医学院 我许指MD的一个培养的路径 他是主要参考MCAT的考试 所以那个考试 确实是很有难度的 然后对应试能力也有要求 他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 怎么样能好好的准备那个考试 他是一个很综合性的 非常全面的 甚至包含很多不同科目的一个考试 所以那个考试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 还有一点啊 就是我们会建议如果家境允许的情况下 孩子尽量读文理学院和私理 如果你家境允许 孩子也做了很大的大量的活动 决定我就要走一条路 很多文理学院他们之所以受欢迎 学费也不低 就是因为他们会非常非常骄傲的 告诉他每年录取MD的人数 和那个录取JD的人数 因为他们的学校的这个成绩和那个MCAT 和那个LSD这种标准化考试的这个成绩是成正比 为什么他们是小班 有research的机会 因为Kelsey了解 就是你如果是MD 你的这个research经验非常重要 而你读一个大优的话 你很难有这种机会 你抢不到的 而文理学院给你这种先天的优势 你的lab的机会非常多 而且你的这个 因为包比较小 这个教授的话 只教课不做research 所以你的教学质量成绩比较高 这个现在两个条件 一个加一条件不错 再一个 孩子确实对一个非常感兴趣 这个可以搞 文理学院就是给那个研究生准备的 嗯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刚刚 我觉得你刚好补充了这一点 其实我刚才有忘记讲 就是这个research experience 现在应该是水长传告 基本上申请医学院的人 都会要求这个相关的research经验 然后这个research 医学的research 其实是跟生物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尤其是基础医学部分的research 基因或者是什么的 就完全是相关的 现在会要求 而且我觉得这次疫情 会让大家不是惧怕统一 而是一定要找 因为现在除了你是那个government official 你是在公务员 中美的公务员 或者是一些utility company 那种垄断行业 你工作真的是不保的 包括Facebook Google 如果疫情再不控制好 不复工的话 谁也扛不了 而医生虽然你说 Kelsey说的一样 有些人那种是optional surgery 它会有影响 但是长期来看 他即使失业半年 他恢复之后大家还是要看病 因为病 你是必须得看的 你意识在没有钱 这个餐厅可以不去 烧病可以不搞 你病还是要看的 所以说你牙疼痕 接受两个月也接受不了太久 所以我觉得这个 永远都会 还是会生病的 对 那刚刚有另外一个家长问 他说想问Kelsey 就是以你的经验 什么样的学生适合学医 还是学霸类的 还是就是people那种 personality 或者是还是成绩不好的 是不是不可以学 然后还是一定要成绩好的 这种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在我早期进行专业选择的时候 我也是思考了很久 然后我也通过观察我身边的一个朋友 我觉得性格和个人兴趣是最重要的 因为医学有非常多很多很难的一个课程 然后有些课程是需要大量的背诵 而且很多的背诵是毫无章法的背诵 举例子就是解剖 解剖学是我个人上过最难的一门课 一个很多的人体结构 这个是完全你会觉得 人为什么会进化成这个样子 好像是没有进化好 但是它的这个很多的单词都是拉丁文 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没有对医学有很大的兴趣 或是自己可能不是可以一个长期 做比如说一做做八个小时 一直在这门课上花很多时间 愿意花很多时间精力 来去把这门课学好 会非常的难 而且会很痛苦 这首先是上课的这一方面 另一方面 这个一旦开始进入医 这个医院进行轮转 这个临床部分更加的明显 真正的接触到病人 你发现 It's completely another story 你需要对病人进行一个沟通 而且这些取决病的科室 有的人可能对外科感兴趣 有的人对外科是坚决是不可以的 是完全是no的 然后有的人可能对牙科感兴趣 所以每个人的兴趣点是不一样 很难一概而论 所以我觉得孩子自己的医院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条路 即使父母可以帮忙 一起支持 陪伴着走一段 但是在漫长的 长达10年15年的一个培养过程中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度过的 是的是的 我有一个家长也曾经提过 他是这个协和医院的肿瘤放射科主任 他说他就会告诉他的这些实习生 如果你对这个行业没有热情 他说你就不要选择当医生 不是因为他的收入高 或者就是他的这个社会地位高 就是大家的这个respection 什么的这些会更多一些 他说你对这个就是一定要执着 有耐力 然后对他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热情才可以 我觉得有道理 对 我觉得Kelsey说的就是总结一句话 因为家长的话经常听这个信息比较多 他很难get 我真是喜欢总结 不一定到位 就是对于选孩子适不适合就一句话 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你就拿这个来考量行了 一定要的去做 一定要的去做 我觉得你网上开太多视频 看什么再多的格雷医生 Great anatomy 没用 你现场一下高下立判 就像一个孩子学商一样 好 你今天你想学商对吧 你想赚很多钱对吧 给他一堆flyer 让他找一个人多的地方 他都认识的人地方去发 你看他敢不敢 如果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是兴奋的状态 非常适合学商 反之我才说哇塞 好像我今天化妆不太 这个装扮不太合适 是不是有人看我 你做不了商 商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 你要非常outgoing 你要非常的 你就是销售 任何一个商业领袖都是这样 那我们回答下一个问题 就有家长问了美国疫情严重 然后是否建议今年报申请美国博士 或者医学院 或者下一年再申请 建议美国大学现在都处于经费紧缩的情况 录取是否更严峻 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国内呢 今年我因为我身边老的通行 他们在国内做机构 他们呢 发现一个点 今年就是香港暴乱的时候 正好是申请记 好多人敢申 就是香港搞游行嘛 特别严重的时候 好多人都是低分高入 因为没有大陆学生会去香港 最近 就觉得哇塞这关系这么僵 大家谁去 媒体报告的特别乱 同样 适用到今年医学院 Kelto的队 不管是疼孝还是前二次的私立 包括是好的那种medical school 永远是竞争最激烈 因为这些人只要到这一步 他不可能因为这个风险 而不就是像纽约大学免学费 他疫情再严重也有人去 因为这个他整体的人口比例里边还是低的 但是一些特别一般的medical school 就是那种陆水边相对容易一些 地方可能比较偏 但是我觉得是个契机 因为他们真的可能 因为大量的本土学生没有钱去读 然后导致他们会急缺学生 我们下个礼拜会一篇微信文章 给大家放松 有一个学校UC里边 在微信做网告 不要GRE 不要GMAT 不要语言 只要面试就可以读 没有经验就可以读MBA 这个我不能跟你说 这是我们的一个爆款的文章 我们到时候会发给大家 就是他这个角度 你就可以看到今年这个形式 对很多大学来说是生死存亡的一年 他们不开学他们就倒闭了 因为他们过去花钱花太厉害了 请人啊 请 management staff做marketing 到处去宣讲 突然疫情以来 很多人失业 美国本土人读不起数了 国际学生中美关系这么紧张 疫情又来不了 他们收入在哪 他们收入在哪 他们收入就在广告里面 就要好推广 所以说富贵险中求望 这个家长肯定是从国内来的 我觉得你要工科考量 纽约的不太高 我不太介意 可能疫情比较严重 加州没什么问题 而且医学员非常多 招国际学生大概有几十个 50个左右吧 我觉得但是还要非常优秀 不管是多么容易的医学院 就像他说的一样 只要是医生 有MCAT标准非常的高 因为这样可以删除那些 不是那么serious做这个事的人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有家长问说 本科学护士是不是容易申请医学院 和我区别吗 我觉得in general是会有帮助的 因为他相关课程和相关的一个 研究的经历 会在申请者中是脱颖而出的 而我有很多同学 其实他们也不是一步到位 直接升到MD 他们也经过中间的一个过渡 然后这个过渡 他可能是去读MPH 或者是读一个 别的一个什么master相关的一个专业 进行的一个过渡 然后再继续申请医学院 所以我觉得是会有帮助的 我觉得Kelsey说这个好 你像UCLA的Nursing School 你能录进去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点几 如果你能录 大概是你会进医学院 为什么 这录取率比医学院还要很 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试金石 然后相对好深的一点 那个UC Irvine那个Nursing Program 我们也有些人进去过过去两年 包括PEN那个实际上 比PEN的那个Water要容易一些 这两项录取率就几低 我觉得是很好的测验 而且有个好处 这是最完美的进科工推科手 你毕业之后直接可以就业了 就直接可以就业 虽然你没有开出方的权利 但是你这个Nursing 你可以直接就业 而薪资不会低 对吧 所以我觉得Kelsey说得对 相关性非常容易 非常贴合 你比学历史的要容易多 因为你做了大量的和医生相关的 这个排除了 对吧 然后本科学Nursing 应该毕业以后是RN 然后可以 这时候有两条路 你可以继续去读MD 申请MD 或者是去做Nurse Practitioner 也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Nurse Practitioner 本科必须护士好像是吧 还是不需要 不需要 对 NP其实不需要本科是护士 他是Master 是要护士 然后NP现在也很fancy 他也开始了Fellowship 然后我一起工作 给我打交道的有NP 然后再加一个Nursing Informatics 然后作为他的一个specialty 所以NP其实也像医生一样 他细分的专业化的领域也是很强的 然后这个时候也可以继续看 到底是对哪个感兴趣 然后现在就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数字化医疗现在的一个发展 很多的provider也会选择到加入科技公司 所以这其实是另外的一个出路 他们不一定是全职 有的人可能是全职 但是即使是全职的话 他也是需要每周保证practice 足够多的时间来maintain the license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的发展 相当于你既干临床 然后同时又在科技公司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交叉 交叉性很强的学科 现在Stanford就是一个非常非常popular的一个交叉 我觉得你这个分享好 因为疫情的话加剧了各个领域的数字化的进程 然后我觉得孩子就是要一专多能 但是你要找自己的最核心竞争力 像你说的一样 他如果是个nurse是个provider 这是他的真正的一专 多能的话就是你的领域的knowledge 可以后天学回去弥补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这也是我们给很多孩子推荐项目的时候告诉他 就是你不要把人生在那么早的时候局限死 你要找通过这些活动 通过所有的这种测试来找你的核心竞争力 性格上的核心竞争力 对吧 你是一个热情的 是一个有耐力的 时间管理能力强的 还是工作能力特别好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关键 家长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和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每一期的讲座都会在我们的微信群中发布 然后也欢迎家长来电咨询 对我们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微信号公众号的群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家长信息群 我们只会在每周发一下我们下周的讲座的预报 然后平常没有什么别的多的信息 就是告诉大家最新的这个教育资讯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 也谢谢两位老师